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感觸、很溫暖 而且都是那群人 在很久以前已經是那群人 到今天再看這一集 整件事 那個成長、那個改變、那個經歷 就是大家陪著大家 我們在公下起床 就是在公下睡 我們在這裡就是三五成群 是不是沒有一個好人? 我怕你們嚇到 要我如數加珍 這裡晚將如魂 我們做得藝術 到處是藝術品 再將這個過程 變成每一個魂 去找個方式 以我們的魂律 要突圍而出 還有人生先事卒 Come on Yeah 簡單的Fleestyle 我覺得自信心是大 就是自信是大了的 它不怕很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 而你是不會 這樣 而是它會引導你 我們一起聊 一起去研究一下 如何做得好一點 它有這樣的靈略 我覺得它經常很擔心自己的火 熄了我覺得你沒有 但是去到現在拍續集 我不覺得沒有 只不過是 你知道 有些火留給自己笑 是嗎? 或者適合時候 和大家一起拿出來笑 這樣 其實是 是好事 對 就是掌握是好 最深刻的角色 其實是Baby Joy的角色 如果我們真的搞得 在這段狂舞街 令到時候一把 拜託我們 大眾去支持我們 到時候我們再跟Kita 揮回大家應該有的東西 因為其實它是很矛盾 好像Baby Joy有很多分享過 就是它很迷失 在矛盾和迷失之間 去找一個平衡點 但是其實 它迷失了它自己不知 我覺得對成年人 或者踏足了社會的一些 踏足了社會一段時間的人 都挺深的題目 我覺得 很真實的 有時候是 我覺得普通的商演 普通的商演 其實可能有些 有些舞步 老實說 是沒有什麼養分 沒有什麼內涵 那麼 打工 打工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是 放工開心一下 是會有些分別的 有時候你跳的時候 你那個笑容是壓不了的 這個年代 都是要盡量做真的 你還騙到人嗎 這樣的年代 我會希望 觀眾看到我的面向多一點 那我就不用 只是出來的時候 只是那一面給你看 然後做其他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陌生 或者是 誰人不是你 或者是 不喜歡 不認同 例如 大家喜歡阿花 但我其實不是 我不用 做訪問的時候 都靠近那個方向 就是我可以 做自己多些 看完第一次之後 我覺得心情是 有點難平伏的 因為可能 和第一集的 有一點點不同 那個感覺 那個真 和假 現實 和戲裡面的世界 好像混合得很亂 那樣 我覺得這個是 在我自己裡面 這個感覺 都滾動了很久 有一幕就是 可能我要說一些 各個式的心聲 或者是感覺水 那樣 導演就 那場戲 沒有什麼對白的 就一個問 一個答 然後就 噢 那便問便答 有一些 有時候 會拿出一些 自己的經歷 或者自己的感受 出來 所以就 很有趣 這個感覺 那個余韻還在 影響著我 就是 那些混沌 和事情 如何 一發不可收拾 那樣 傾斜了 去一個點 這件事 其實經常都發生 現實 但他掌握了那種 有希望 然後如何 讓整個龍捲風 令事情 偏離了 原本的方向 這個時刻 就是 很多人可能已經忘記了 又或者 有些太紅色 不知道 會這樣的 忘記了的人 就會看回 對 事情的起點 你團火燒 本身的方向是這樣的 我現在 又站在哪裏呢 這個可能就是 那個 成長 可能就是 你要怎樣站起來 可能你的浪 蓋過來 你可以傾低 扔它去 但你可以繼續爬 可以繼續站起來 當然是有重的無力感 但我對於 最結尾那些 鏡頭 特別是 在街上跳舞 很長很長的一個鏡頭 我是很感動 就是 充滿未知 他們這一代是怎樣的 但你看看他一直跳 跳不停 你看到 導演吸引了嗎 你看不到這些 他就不斷跳 不斷跳 而後面的背景就是 屬於他的社區 他將來是怎樣 我們現在可以做些什麼 令他們更好呢 傳承那件事 是令我很感動 我覺得 還有希望 這個味道結尾 這樣